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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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譬如南俱寶那些是搶緊的 過河競櫥排個九檔都別無選擇的 一定要上前的 沒理由縮住在跑 縮住在後面跑而已 其他實力飛區閃電精靈 都是有機會前置的嘛 所以你說變相那隻四號碼的和氣生材 是不是一定要搶呢 如果你說可以跟得到他們 在一個中游的位置試一試去 就是用這個跑法 可能會好都未定 所以這些四是值得重視的 當然另一個重點就是看看巴道 有沒有手風和前面的成績如何 因為這位騎士 我覺得跟田大安都有點相似 很開的時候很厲害 一沒有就說一隻一隻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無端端 這隻又不行 那隻又沒有位 所以有時候手風真的很奇怪 再次一點的馬就閃電精靈 這些純粹跑過磅 跑過當的 其實這組馬都挺混亂的 因為你看回一號馬正陽清風 其實我覺得可能差一點點火 但是其實那隻馬就開始越來越好 從賽職上面好像包背又成這樣 但是這隻馬我覺得是好一點 但是這隻是一隻相當難跑的馬來的 你看看蔡明紹跑以前 這隻馬內閃得很厲害 所以蔡明紹我一向認為 他的手根性是很好的 你可以看看他怎麼跑 然後那些馬都不贏 梁先生已經很久了 我覺得其實季初的試襲是一般的 根本這隻馬都 然後和氣生財跑到現在 長長有獎金 不是不聰明 但是要慢慢進步 合理的賠率才能拼得第一名 因為他始終還沒贏過 盡王彩那些又轉配備 希望得 贏過就是藍拘捕 根本 但是他的跑法是單一一點的 不過他真的好 閃電精靈 緊止騰雲看看這隻馬 這隻馬 因為他真的很有班 第六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是一個混亂場合 花點時間量量一下 休息一會 時時好彩的快 I love this city 這是馬在香港比較少一點 暫時來說 一鋪成名一匹 不過贏馬 而且不只贏了一場 I love this city 就是Magic Albert的兒子 他服役的時候 就在澳洲 贏過蘭域堅尼大賽 服役的贏過四場頭馬 其實圖程都挺廣泛的 從1150米贏到1600米 贏1600米那樣 就是蘭域堅尼大賽 至於時時好彩的舞系 沒有上過陣 無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很多都是初期跑短途開始 但是跑一跑一下 就好像跑中距離賽 很多都很適合發揮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因為時時好彩 看來像中短途馬多些 但是所謂的中短途馬 就短途中距離都能搞定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一跑一下 有機會轉到1400米 1600米途程的賽事 有可能更合跑都不定 時時好彩來香港以前 在澳洲的維省和新南威斯省 兩個省 即是墨爾本和適尼 合共上去兩次 贏過一場頭馬 贏馬那次就在費明頓馬場 維省那邊 就是贏1000米的直路賽 右轉賽道的賽事 他跑過 因為後來他轉到玫瑰光馬場 跑過拍拖錦標 但是那場馬他就輸了 時時好彩今年2月29日的時候 在澳洲墨爾本的 徽明頓馬場 贏過一場 1000米直路的表列賽 這場賽事是當地 第一次上陣 初出上陣跑表列賽 時時已經很高了 還要是大熱門 鏡頭看到內檔 穩極位都沒有 最初六三白袖王 沒有那一匹時時好彩 看到樂禮華 這裡鬆兩步出來 不斷拍兩邊就已經過了 這場賽事贏得挺輕鬆的 帝名的馬 即是當地贏了表列賽 不斷拍攝